我原本是与天地同生的上古神女 一朝犯错被贬下凡 轮回千世 带我重新回到天界 却发现百年前 早已有个非生的女神取代了我的位置 她站在众神之中 语气毫无波澜 不好意思 天道任命我为新一代掌管天地四季的神 对此我道 哦 好吧 众神们满脸疑惑 那能不能随便给我塞个仙位 当个洒扫的小仙官就行 我不挑的 只要能待在仙界 我做啥都行 众神面面相去 对于我的反应谁也没说话 我往神群中望了一圈 和我对视上的 不是慌慌张张地躲避我的视线 就是望向别处 当作啥也没发生 不是吧 我以前神缘这么差的吗 说起来以前 我已经气不得自己是因为犯了什么错 才被贬下凡戒的了 正当我准备随便逮一位上神 跪求他收留我时 终于有一位上神发话了 他咳了两声 说若是联系上 仙子愿意的话 可以来我无余宫中做个仙事 我抬眼望去发现是君鱼 君鱼上神是负责管理人间秩序的神 上古十七人界开话就是他诞生之时 一身白衣道袍 长身玉丽 眉目清俊 只是不长笑 他长得白 但并不显得病态 与其说他是神仙 倒不如说他像人间的那些秀才一样 一股子舒眷气 我若是没有被打下九重天 以他的资历是要叫我一声姑奶奶的 不过此刻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有上神收留我就行 我立即眉开眼笑地迎过去 当然是愿意的 众神无语 尤其是那位替代了我的女神柳如烟 此刻正嘴角抽抽 他们都没想到 昔日高高在上的四季之神联记 如今竟变得这般不矜持 只有肯收留我的君鱼 脸上挂着浅的不能再浅的笑 看着我 谁都不知道 与天地同生 作为原始上神之一的联记上神 在这千世轮回之中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变成如今的样子 正当我准备和君鱼离开时 有一道苍老而浑厚的声音制止了我们 慢着 众神自动让出一条道 让声音的主人朝着我们的方向走过来 是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绝朔的老者 我认出来他是谁了 原初尊者 是可以和天道直接对话的神 他是天道的传声筒 替天道掌管着九重天的神仙秩序 此刻他看着我和君鱼 面目严肃而凝重 他看着我 摇摇头 对君鱼说不可 难道你忘了几万年前发生的事了吗 那件事对凡界影响多大 天道降下来的惩罚多么严重 难道你都忘了吗 君鱼看了我一眼 垂眸道没忘 只是 严格说来当时那人算不得是我 原初尊者声音大了些 算得算不得 也已经回到你身上了 那些记忆终究是你继承了去 原初尊者训斥他 痛心疾首 他们说的话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人间受到牵连 和我这掌管四季流转的神有什么关系 我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 还有什么记忆又是什么玩意 原初尊者还在继续说着 眼下个路上神都各司其职 已经没有空缺的位置 能让心非生的神仙填补了 就算是各个上神宫里的仙事 也都是早就定好了的 啥意思 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占完了 没我的位置了 我正要上前理论一番 原初尊者再度看向我 联系仙子 你随我到原初宫中 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走了 小老头飞得还挺快 我急急忙忙跟上去 把欲言又止的均匀抛在脑后 没看见他会按下来的神情 一路上我不断地想 原初尊者会给我安排个什么样的位置 他叫我来 不会要把我回炉重造吧 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记得以前我还是联系上神的时候 有别的神明 会将自己多余的那部分神魂丢下凡间 下了凡间的神魂要么湮灭 要么转世为人 会在合适的时机飞升 成为完全脱离主神的新的神明 代替我的那位柳如烟上神 就是这么飞升的 九重天的每一位神明 包括仙士 都是从始至今就是规定好的位置 不会多出一个 如果有新飞升的神的话 那就代表着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 新飞升的神仙是没有机会成神的 他会被重新打落凡间再度为人 另一种可能是 原本的神明之中有人要陨落了 相比于再度成人 陨落是更可怕的结果 所以对于重新归来九重天的我 大家都没有好脸色 谁知道这次是我重新下凡 还是他们之中哪一个遭殃呢 因此当原初尊者带我走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大概都觉得 我会被再度打下凡间吧 正想着入神 不知不觉就到了原初宫 原初尊者朝我招手 连进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 他的手附在我的额头上 顿时一股暖流穿堂而过 原初尊者一开始神色如常 后面却渐渐凝重起来 他的脸皱成一团 比刚刚带我来这时脸色还要难看 我不明所以 他开口到怜悸 你还有一道神歌去哪了 口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我一头雾水 我不知道啊 许是在人间转世轮回的时候 不小心丢了呢 原初尊者目光不容置疑 不可能 你是与天地同生的神明 就算受了天道的惩罚 也不可能会丢失任何一道神格 只有那些后来随着世界发展而诞生的神明 才会丢掉自己的神格 他观察着我的神情 忽然面上一致 你还记得 你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被贬下凡的吗 我努力思索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不记得了 脑海中只有轮回千世发生的所有事情 只记得一个撑着伞的模模糊糊的身影 所以我当初到底是做了什么 话音刚落 原初尊者便急匆匆地将我带到宫殿的尽头 那是天道责备万物之地 原初尊者凝神闭眼 开始在神识中与天道交流 我看着中间那一道 被仙草仙受为在中间的那道暖黄 忽然觉得无比眷恋 那是与天地同生之神 对天道最原始的依恋 片刻过后 原初尊者睁眼 没有了先前的那种严峻 但脸色依旧说不上好看 他盯着我看了好久 盯到我头皮发麻 见我紧张 他悠悠叹了口气 说道你走吧 到军鱼那里去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 真的 军鱼先前没有先世 你是第一个 没有别的小仙会因为我陨落吧 没有 你放心去吧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我眉开眼笑对原初尊者挥了一下手 一溜烟飞走了 不知道的是 我走后原初尊者又在原地助力许久 他口中喃喃到天道啊 这样是对的吗 天道是这个世界的最终决策者 他的意志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质疑 原初尊者主着仙杖 步履沉重地离开 军鱼大人 我来找你了 你还要不要我呀 我站在吴鱼宫外 扯着嗓子喊军鱼 吴鱼宫当真是没有太多生活气息 叫了好几声都无人应我 路过的几个小仙士看到我 和看到瘟神一样避之不及 想到瘟神 他也挺可怜的 他算是军鱼的下级吧 每当是到平和繁荣时 军鱼总要给人间制造一些麻烦 这个时候 瘟神是首先被点名的那几个之一 虽然他不想干 但是天道亦如此 他也没法抗议 他制造瘟疫的能力只对凡人有效 但是大家还是不喜欢 他属于是地位低讨人贤的主 我蹲在吴鱼宫前 正胡思乱想着 军鱼捧着一卷仙书回来了 看到我他很意外 随即又恢复了淡漠的神色 然而我没错过他眼中一闪而逝的狂喜 虽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高兴 可能是因为他也有仙士了吧 我起身向他小跑过去 军鱼大人 原出尊者同意我来做你的仙士了 你还要我不要 想到他刚刚的反应 他应当是愿意留我下来的 他若是不愿 我就算是撒泼打滚 也要求他将我留下来 在人间玩了一千事 我的评价是人间很好玩 下次不来了 果不其然 军鱼答应了 在他面前我高兴地跳起来 军鱼愣住 似是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 原本还有些淡漠的神色软和下来 他左手握拳抵在唇边 轻轻地笑了 还替我理了一下病发 滴滴地说了句什么话 我没听清 后来我才知道 他说的是 终于盼到您了 在吴玉宫的日子简直不要太开心 每日续日东升之时 我就从床上蹦起来 哼哧哼哧地拿起波脊和扫帚 把整座宫殿里里外外全扫个遍 虽然是天界 但这里也像人间的庭院那样 日子久了 就会产生仙尘 吴玉宫只有我和军鱼住着 但是房梁上总有些木屑素素地掉 那些被扫出来的仙尘和木屑 我会把它们全部拢起来 然后一股脑袋往凡界倒 这些东西在九重天上属于垃圾 但到了凡界也能责备万物 倒完垃圾 我就回院子里修剪仙池 顺便跟大池子里 那只硕大无比的王八说说话 王八在水里扶着 连眼神都懒得给我一个 一开始连眼皮都懒得先 我和他说 我在人间轮回一千年里遇到的那些事 他渐渐起了兴趣 在后来他成为我唯一的听众 为什么是唯一的听众呢 君鱼很忙 每次都说我睡着了 他才回来 我睡醒了 他早已出去 你问我 神仙不是不用吃饭和睡觉的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太无聊了 九重天上没有吃的 我就睡觉这点爱好了 而且不睡觉 我脑瓜子总是嗡嗡的 不知道咋回事 原初尊者这老头 时不时就来吴鱼宫晃悠 我和他说我脑瓜嗡嗡的事 他也不知道为啥 却问天道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一日他又来吴鱼宫了 连记你找到那道丢了的神魂了吗 美 你丢了神魂 美觉得有什么异常吗 我挠挠头 自古以来的上神 除了已经陨落的那几个 都没有丢失神魂的情况 除了我 就除了脑子有点不舒服之外 其他的倒是都没有什么 原初尊者的脸又皱到一块去了 他直觉后面将要发生什么大事 我无知无觉 每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我发现那些房梁上的木屑 是均于故意为之 他那么忙 不知道是啥时候发现我喜欢扫地的 于是就故意给我增大了工作量 他还挺贴心 那天同意我跟着他时 他的态度还挺好 但是后面几乎就没说过话 除去忙于事务之外 偶尔也是可以见见面的 但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也没让我进去过 直到有一天 我的头开始间歇性地疼 我静静躺在床上 头疼遍布四肢百骸 动弹不得 我试图运用起功力驱散着疼痛 但是没有用 恍惚间借着窗外的朔月 我看到军鱼站在床前 我向他求救 但人我的头好痛 他的手心附上额来 热流遍布全身 床边人的音色温润似水 没事的 很快就好了 虚余 疼痛渐渐散去 热流还停留在体内 意识清明时 我听到了粗重的呼吸声 带着一丝灼热 军鱼握住我的手 许久不动 久到意识重新归于混沌时 他才默默放开 替我野好被子 走出去关上房门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那晚军鱼来过后 我的头疼缓解了大半 虽没有好权 但也不大碍事了 原初尊者没再来过 听说最近有些不太平 负责人间运行的那群上神 有些手忙脚乱 作为这群上神的领头 军鱼却是闲暇了许多 他甚至还有心思 和我一起洒扫停除 我心中却闷闷地 有些奇怪 自从来到军鱼身边后 我好像就感知不到任何情绪了 以往那些让我生气 让我高兴 让我伤心的是 现在统统变成了无所谓 潜意识里很恐慌 然而找不到出口发泄 我总觉得 军鱼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 他虽然面色不显 但还是被我看到一丝端倪 比如和我待在一起 他说话时很少看着我 手不经意间碰到 他闪电般缩回去 好像我会咬人一样 我去找了原初尊者 我想起之前的某一天 原初尊者对我说联系 你这次回到九重天 本不应该只是一个先世的 有个上神占了天道 为你安排的位置 不是柳如烟 但我也不知是谁 我想起了他对我的嘱咐 他说尽量和军鱼少接触 他最近有些问题 原初宫内 原初尊者背对着我 气叹的一次比一次重 良久他开口 若不是天道执意 要你去军鱼那里 我是万万不会让你去的 我困惑为何 他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说联系 你是与万物同生的神 是天道的孩子 既然天道给了你回来的机会 你就必须重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天地万物 你要爱凡间 每一个活着的生命 他忽然转过头来 看着我的眼睛 目光炯炯 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大 这些话 我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听到过 我那时到底做了什么 我辜负了众生吗 看着我失措的模样 原初尊者面有不忍 最终他还是挥挥手让我离开 在我转身的最后一刻 他叫住我 语气四长辈对孩子的殷切嘱托 孩子 有些问题需要你自己去找答案 天道帮不了你 我也帮不了 但是我相信你最后会明白的 毕竟很久以前的联系上神 他顿了一顿 再次道回去吧 我回了吴鱼宫 推开房间门 看到君鱼在床前踱步 坐立难安 一瞬间我头疼欲裂 见到我回来 他还没来得及站出笑 我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他慌乱不已 连忙将我抱起送到床上 和之前那样往我体内度凌厉 我意识不清 拽着他的袖子 君鱼大人 他哑声回应我在 接着他抱我进怀中 抵在他的胸前 他的胸腔内心跳得好快 头眉那么难受了 他浑身颤抖不已 他把我抱得好紧 恨不得将我揉进骨鞋里 头埋在我颈窝 难难道为何当初我丢了他呢 若是我没有丢掉他 和你相遇的会不会是我 心里突然有些难受 我不喜欢他这么抱着我 也不喜欢突然弥漫的暧昧 我试着推开他 君鱼大人 你弄疼我了 他置若罔闻 好久才把我放开 长久地注视我 那模样好像要望尽心底一般 忽然他发出古怪的笑声 眼尾通红 这四笑四哭的神情 让我有些不耐 我也不知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他低下头去 像是在对自己说就算是这样 也还是不行吗 就算我也代替不了他吗 君鱼的嗓音极低 我听不清 你 说什么 没什么他起身准备离开 我没有挽留 本就不必 回忆起他提出带我回来时 那副眉眼是刻在骨子里的熟悉 可是那身气息是从未感受过的陌生 他不是那个人 但那个人又是谁 他到底是谁 我日日心不在焉 连着火也少干了许多 那只大王八 还想让我给他讲轮回凡事时的事 我兴致缺缺 没什么好讲的 一说起来 我在人间过得挺惨的 轮回千世 不是每一世都有机会做人 我做过一出生就被溺亡的女鹰 做过生长百年 却一朝被雷劈死的参天大树 还做过任由人宰杀的牲畜 甚至做过那鹰沟里翻滚的蛆虫 但无论做不做人 都逃不过不得好死的命运 唯一比较好的一次 是转生成了一只浮游 浮游 招生勿死 来不及经历世间的苦难 我从未忘记 最后一世结束之时 我感受到了天道的召唤 我回到了九重天 可是很奇怪 我竟然会忘记有人顶替了我的位置 原初尊者让我自己去寻找答案 可是那答案究竟在哪 某一日我准备入睡之时 君渝来到我的房中 他气息粗重看着我 眼底是暗不见底的深渊 我有些心慌 君渝大人 这么晚了 您来做什么 话音未落 他倾覆上来 捂住我的眼睛 在我唇边贴上一个吻 冰冰凉凉的 他疯了吧 我吓得一机灵 猛地推开他 君渝大人 这是干什么 他对着我 神色隐没在阴影中 晦暗不明 连记他开口 可以叫我的时候 不要加大人两字吗 直接换我的名字可好 他再次靠近 我求求你不要推开我 平日里眉目清冷 高不可攀的君渝上神 此刻眼尾竟染上了一丝玉色 我按道不好 瞅准时机就往门口跑 跑到门口才发现 门早已关死打不开了 我回头看向君渝 他正朝着我走来 语气似哀求 求求你就这一次 我欲哭无泪 只好对他说大人 你先冷静一点 咱们有话好好说 不要这样 傻子也看得出来 君渝要对我做什么 但是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小仙士 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反抗他 此刻我才反应过来 当初君渝带我回来 怕是早就打我的注意了 我不记得以前和他有什么瓜葛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这样 思考间君渝早已靠过来 他死死地禁锢住我 任我怎么反抗也不放开 在耳边轻声道连记上神 你丢的那一缕神魂 是我拿走的 就在你被打入凡间之时 什么 我抬头看他 声音都发了颤 为什么拿我的神魂 因为我嫉妒一个人 嫉妒谁 我妈 他嗓音沉沉 我无数次在想 当初的你到底是怎么爱上他的 明明也是初见一眼 为何能那么轻而易举就爱他 对我就不行呢 他失神地喃喃着 听到君渝说的他 不知为何一颗心突然如烈火灼烧 我揪着君渝的衣领追问到你说的他 到底是谁 君渝的反应却是意外的 半赏像是意识到什么似的 他笑得意味不明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哈哈原来 我当初拿的 竟是神女的七情六欲之魂啊 他妈撒着我的脸 迷恋的目光贴在我身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有机会呢 只要不把神魂还给你就好了 我文言一正 历声道你敢 我与天地同生 是上古之神 你有什么资格控制我 是啊 上古之神 他的语气带上一丝嘲讽 那么作为上古之神的联机大人 为何那么轻易就为一个凡人 背弃了天道呢 很久很久以前 天地出生 天道创造了原初尊者 令他带领众神一起维护天地的运行 起初的神明都是天道的孩子 掌管四季之神联记也是 出生的天地一片祥和 神明与众生同乐 就这么过了许多年 凡间迎来了新的主导者 人 他们没有神明呼风唤雨的能力 但有神明之志 神明们回到出生之地 九重天 人类建立自己的疆域 驱赶一族 掌管人界运行秩序的均于上神 诞生于此刻 起初的人界开化上不足 均于上神的能力不够稳定 随时有崩溃的危险 为了九重天的秩序 每个神明在必要时都会做出一些牺牲 为了不让自己尚不稳定的那一部分神格 威胁到九重天 均于上神将他丢弃到凡间 任由其自生自灭 他本以为他已经湮灭于世间了 没想到他有了自己的意志 不断转身为人 他随着人间的浪潮起伏了很多年 这一切本与连纪上神毫无关系 可是有一日 连纪上神心血来潮 他想念凡间 想回去再看一看 瞒着元出尊者和天道 他再一次下凡 在凡间他依旧操控着四季的运行 他掠过被春风吹拂着的绿柳 摘过被下雨滋润着的粉盒 拂过被秋霜打了的麦浪 嗅过被冬雪压制的红眉 凡间还是如他所想 一如既往的美好 这一切与君与上神也毫无关系 他路过一间竹林 一个书生正蹲在竹下躲雨 他怀中抱着书带 双手搭在头上 狼狈不堪 他不知道那场雨是塌下的 他默默看了半上 终究还是变出了一把伞 书生听见脚步声 抬起头他们都撞进了对方的眼里 他眉眼清俊 瞳孔带着些许只属于少年人的不安事事 昔日的光落在眼上 变得细碎 骨节分明地手沾了雨 白净的脸庞沾了晚霞 看到他 他嘴唇微张 连话都不会说了 是他先开口公子 我这有伞 我们一起避雨吧 他回过神来 说了一句好 本想说一句多谢姑娘的 但开口却磕磕绊绊起来 他暗骂自己 有什么好紧张的 只是共同撑一把伞而已 雨依旧在嘻嘻嘻嘻的下 他想差不多了 雨渐停 天快要暗下来 他问公子行至此地 是要进京赶考吗 轮延出神的他急忙硬离声势 他笑起来 又到我家就在这的 若是公子不嫌弃 可以去小住几日 待天好了再上路不迟 哪有什么家 不过是看这个书生有些狼狈 暂时给他一个妻生之所罢了 过段时日再回天上把他想 书生又到了圣号 他不知道 那书生自从见他的第一眼起 心就如肋骨敲个不停 他和书生住进了他临时便出的家 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我爱爹阿娘很早便去了 只留了这间屋子给我 书生闻言 看向他的目光多了一丝心疼 他笑意盈盈 公子淋了许久的雨 现在又是夜里了 虽说是夏日 可还是会有点凉 公子先换上干衣裳吧 以免受凉 书生的脸又刷得红起来 他假装没有看到 把衣裳拿给他 这是我阿爹留下的 希望公子不要嫌弃 书生连连摆手 不嫌弃不嫌弃 但要关门出去 书生叫住他今日多谢姑娘 他灿然一笑 不谢 公子有事叫我 书生白净的脸旁已经熟透了 短短几日 很快两人就熟络起来 他问书生是哪里人 姓甚名谁 年方十几 书生达到江南人 换作沈一恒 今年二十 他点点头 二十啊 公子如今可有婚配 书生又结巴起来 没没有 他抬眼偷偷瞟他 我还没有心悦的姑娘 他笑咪咪转过头来 我叫怜继 今年十七 往后我叫公子哥哥 可以吗 往后 哥哥 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柔声笑道可以 那我叫你小继可好 好 过了一段日子 天气时好时坏 有好的时候 可当沈一恒下定决心要走时 又下起磅礴大雨 沈一恒只好一直住着 他温书的时候 眼睛总是不自觉地 瞟向连继在的地方 他在晒衣 在做菜 在匹柴 他看得入了神 回过神来时 又暗暗地骂自己不知廉耻 连继给他端饭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他的手了 他立马缩了回去 却见连继一副 委屈巴巴的神情 一恒哥哥 讨厌我吗 他的心彻底乱了 没有没有 我不讨厌你 那你为什么反应那么大 作为一个远古之神 连继不明白人类的感情是这样的 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连正视他也不敢 肌肤相处的时候 甚至会觉得自己亵渎了他 他的手指拳了拳 喉结滚动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而后看着别处 柔声道 我不讨厌劲 我只是觉得这样与理不合 连继困惑 他不明白理事什么 他不明白人类的那些弯弯绕绕 只要他想 他就可以说出任何他想说的话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他认真的看着沈一恒 一字一句到一恒哥哥不讨厌我 那就是喜欢我了吧 对说中的心事犹如一道惊雷 沈一恒只觉得自己的心 被连继握在手中 任他捏扁搓圆无处可逃 连继拖着腮 言笑艳艳 我也喜欢一恒哥哥 多么随意的一句话 却能诈的人不知所措 沈一恒终于肯抬起头来看着他了 可他还是困惑 听到他说喜欢 他不应该高兴吗 为什么自己看不懂他脸上的表情 为什么他的脸那么红 手那么抖 眼睛那么波光练艳 万年以来懵懂的心 似乎意识到些什么 他想起不知何年以前 城里的花灯结实 有男子向女子告白 两人的脸庞也是这般红 这般不知所措 他看得脸红心跳 好像一个不小心偷窥到大人秘密的小孩 沈一恒的心迁回百转 心喜 挣扎 忧愁占据全身 他想或许继儿所说的喜欢 只是妹妹对兄长的依恋呢 继儿从小失去双亲 没怎么体验过亲情 对他有些依恋也是正常的 可万一继儿的喜欢和他想的一样呢 他想不下去了 落荒而逃 夜色似水 微风吹得竹林沙沙作响 他隐在林中 任由凉风吹散全身的热气 屋内的连记 内心也在微微不安跳动着 他的喜欢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 他在放花灯的河边看到的 让他脸红心跳的喜欢 怎么办才好 原初尊者没有告诉过他 线下该到了回九重天的时候了吧 可是他舍不得 舍不得和沈一恒度过的时光 舍不得沈一恒 沈女爱上一个凡人 他再也不能平等地爱众生了 又是一个微两夜 沈一恒早已睡下 连记偷偷跑了出去 此刻他需要下起一场大雨 将他的茫然与不安交个透心凉 雨速速落下 不一会儿倾盘来 站在雨中 初见沈一恒时 他正愣的模样 他跟自己回家时 不好意思地说着叨饶的模样 他偷偷瞧着自己的模样 统统变得无比清晰 雨水冲不掉的情和欲 怎么办怎么办 沈一恒翻来覆去睡不着 听着屋外的雨声更是心烦意乱 突然一阵惊雷响起 他吓了一跳 回过神来 他想到了连记 继而在另一间房会不会怕 他走到连记房前 抬手敲门喊人 没有人回应 他慌了推门进去 床上无人 屋内四处去找都不见人影 来不及细想 他拿着伞准备出门找人 正当撑起伞时 他看到一道娇小的身影跑回来 浑身湿透了 台阶上的水滴滴答答的流 他惊慌不已 又有些生气 抓着连记的尖训斥道 为什么半夜跑出去 雨下那么大 染风寒了怎么办 看着姑娘的脸 却发现他眼眶红红的 红润的嘴唇紧紧闭着 半句话也不说 头上脸上的雨水顺着脸庞流下来 汇聚到下颌 又一滴一滴的流 乌发被雨打湿 紧紧吸附在肩井间 看他这副模样 接下来训斥的话语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他软下眉眼柔声哄道 我不是故意要凶你的 我只是有点担心 他不知道的是 这场雨是姑娘的蓄谋 他想如果今夜他愿意留住她 那他就跟着她在人间生活几十年 如果他拒绝 自己马上就回去 此后再不来人间 他终于开口了 一横哥哥 我想当你的娘子 窗外又是一道闷雷 雨的声音那么大 沈一横却将这句话听得无比清晰 他这时才发现 眼前淋了雨的姑娘 身段是如此诱人 他猛然放开她的肩 转过身去 结结巴巴 口不择言尽 我我只是一个穷书生 我出不起聘礼的 他走进一步 逼得他又后退了几步 有什么关系 我早已没了阿爹阿娘 自己孤身一人 还不能做主自己的婚事吗 我只要一句话 你是答应不答应 他在逼他 他快要招架不住 他闭上眼睛 深呼吸 理智暂时战胜欲望 他明白自己的心意的 他心悦她 继而他色然开口 做夫妻不是说着玩的 这是一辈子的事 你真的想好了吗 联机没有立刻回答 走上前去 伸出指头勾住他的手 冰凉湿润的触感 让欲望再次破龙而出 是 我想好了 少女的声音 有着毋庸置疑的肯定 雷雨渐小 屋内的烛火明亮如豆 沈逸恒的睫毛微颤 声音发芽 进而先把湿衣上脱了吧 久了会得风寒的 少女听了他的话 在他身后 身上衣裳尽数吞去 他听到动静 喉结上下滚动 呼吸越来越粗重 此刻他才意识到 自己不是个正人君子 逸恒哥哥 我好冷我好难受 你抱抱我 一次就一次 好不好 四季之神明不会怕冷的 可是现在神明主动丢盔气甲 他快哭了 他不明白 自己已经主动致辞 为何这人还是那么无动于衷 他渲染欲气 决定了明日就回九重天吧 这无情的人间再也不来了 眼前的书生转过头来 一把把他拥入怀中 炙热的气息喷洒在耳畔 好热 他轻声道劲 说好了要嫁给我 不能后悔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他决定了 日后他要带着这个姑娘去京城 为他挣一份告命 连继双手攀上他的颈尖 稳得难舍难分 夏夜的风雨渐渐停息 两人互相侵占对方的领地 这是一场只属于两个人的狂风暴雪 到最后是一场绵柔的春雨 深夜的竹林又变得燥热起来 鸟兽重鸣 像万物复生 曙光将至 怀中的姑娘沉沉睡去 他看着连继的睡颜 轻轻在他额头印上一吻 连继跟着沈一恒去了京城 是他以前早已光顾过无数次的地方 他不贪恋这里的繁华 只贪恋身侧的这个人 他真的做到了 把他当作娘子 在这里他陪着他硬考 陪着他打马游街 春风得意 他成为了他的告命夫人 他们没有孩子 他是神明 不可能与凡人生孩子 但是他可以陪着他一起老去 他想着只此一次 待他过完这一生 送他到黄泉 就回自己该回的地方 可当风竹残年的他 在他怀中笑着和尚眼 他又后悔了 一滴泪落在他眉间 成了挥之不去的朱砂痣 他抓住了他的灵魂 像捧着珍宝般 小心翼翼地回了九重天 他要他留下来 永远地留在他身边 此时的凡间和天界 因为联系上神 已经隐隐约约有些危险 原初尊者来警告过他好几次了 天道要重组秩序 原初尊者也拦不住 他只能尽量维护着 这摇摇欲坠的局势 他没想到的是 联系上神运用了 自身的大部分力量 只为了瞒住所有人 他只以为联系上神 是心道不稳 他用了禁术 制造出一个傀儡 将沈一恒的灵魂封印在傀儡体内 就像在人间时那样 他可以日日夜夜和他在一起 一次又一次地瘫痪 执念太深太深 心早已坠入深渊而不自知 他迷失了心 丢弃了属于万古之神的责任 终于有一天 只包不住火了 他被送上诸神台 被镣铐竖着 伤痕累累 周围诸神议论纷纷 有的可惜 有的愤恨 有的漠然 均于见到联系的第一眼 竟是在这里 他心中毫无波澜 他从来不关心这种事 不过是处罚一位犯了错的神明而已 尽管他曾经的地位多么至高无上 连继掀起皮重的眼皮 一眼看到了神群中 那个他心心念念了千百回的脸庞 他陡然睁大眼睛 还未等开口 原初尊者不带任何情绪的语气 飘入众神耳中 四季之神连继 擅自下凡 干涉凡人命数与轮回 致使凡界四季之运行混乱 天道之意 恕罪并罚 打入凡间 轮回千世 不得善终 千世过后 望上神能够明白 世间万物皆要爱 莫要在沉溺于人间俗世的爱恋之中 如此方对得起人间每一人 世间每一物 对得起万古之神之责任 去吧 去经历万物之苦 爱万物所爱 一声巨响 他往凡间坠下 在此之前 他执着地爱着护着的那个人 早已重新变成神格 回到了原主人的身上 他还不知道 那个淡漠无比 和他毫无关系的君鱼上神 偷偷地留下了他一部分神魂 那一部分神魂 是他对沈一恒的爱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眼睁睁地看着君鱼 将我那一缕神魂抽出 仿佛湿了神志般 一瞬间巨大的疼痛涌向心头 眼泪一直在落 我咬牙切齿 为什么 君鱼眼眸低垂 语气沉沉 因为我真的好奇 你对他的爱为何如此浓烈 竟然浓烈到愿意为了他 放弃万物的敬仰 放弃一切 当我在他的记忆中窥探你们的过往 我似乎明白为什么了 说着他呵呵笑了起来 爱恋执念 真真是不可理喻呀 在成神之初就已被我放弃的东西 为何还要再一次回到我身边 他抬起头 眼尾红了一片 你知道吗 当我在往生境里看着你不断转世轮回 心里想的不是连继上神违背了天意 这是他应得的惩罚 而是你何时能够回来 我好想让你知道 我也可以像那个冒牌货那样去爱你 甚至能比他做得更好 怜纪大人 我已经爱上您了 求求您恩赐我吧 爱我好不好 哪怕只有一次 不好 不好 不应该是这样的 军鱼你冷静一点 脑中思绪纷飞 无数话语叫嚣着要冲出心脏 可我一个字也发不出声 此时此刻 军鱼用他几乎是全部的力量将我压制 他也处在疯狂边缘 无愚弓被隔绝于外界 军鱼捧着我不断颤抖的脸 虔诚地献上一个吻 我闭上了眼睛 原初尊者拉过我的手 将我护在身后 军鱼的力量爆发出来 巨大的气流不断翻滚 耳边响起原初尊者愤怒到变形的声音 军鱼你疯了吗 军鱼哈哈大笑 没错我早就疯了 从我成神之初 我就是个疯子 要怪就怪天道 让我诞生 又不给我想要的 那我做这个上神有什么意义 其他的上神赶过来 纷纷使出自己的力量 帮助原初尊者压制军鱼 收手吧军鱼 你赢不了的 原初尊者趁机给了军鱼击中的一击 他猛地吐出一大口血 跪倒在地 毫无悬念的一场战斗 其他上神见他无法再抵抗 纷纷收招 全场静默 众神看着军鱼不断挣扎着想要起身 又一次次倒下去 最终那道曾经审判过我的话语 再一次想起 军鱼上神 心道失控 为满足私欲 妄图求尽万古之神联迹 夺其神魂 毁其心智 将其作为禁篮 此为大罪 再违背天道之意 隐瞒自身将要陨落之时 妄图顶替新的人道之神联机之位 扰乱九重天之秩序 原初尊者说到这里 众神哗然 我眨了眨眼 有些不可置信 我飞升回来 就是要继承均余的位置吗 天道之指 恕罪并罚 打入凡间 不断轮回 不得善终 永生永世 无穷无尽 经历过千世轮回的我 明白的 这是比陨落更可怕的惩罚 若是陨落 也是重新回到天道的怀抱 待到喜尽一身尘埃 还会在合适的时机再度未深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神明也是如此 君余犯了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可他竟然见过往生境中 我在凡间时那不堪的模样 又为何要走我走过的路 他还是不明白 千世轮回带给我的是什么 那一颗神明的心 凡人的心早就伤痕累累 那是天道要我悟得到 我咬紧嘴唇 泪还是落下 啄得我好疼 君余被行刑的时候 我没有去 原初尊者将那一缕缺失的神魂 重新放回我体内 我看到了曾经的我 混沌初开 天真不知事事 那个我爱过的书生 到如今竟变得如此陌生 见我麻木地站着好久不说话 原初尊者叹了口气 我把君余那部分神格分离出来了 本来神格回到他身上 应该是被原神融合了的 可如今这副神格竟保留了那时的记忆 直到现在 或许天道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 也罢 你若是愿意的话 就和他道个别吧 我目视着原初尊者渐渐飞远 身后响起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继而我正正回头 那个记忆中很久以前出现过的人 如今在相见 还是出狱的模样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两相无言 好久好久 我听到自己近似虚无的声音 沈一恒我可以再抱一抱你吗 他没有说话 却朝我张开了双手 我跑过去 紧紧拥住他 曾经无比贪恋的怀抱 远隔千万年 再也不复当初时 对不起 再见 我喃喃道 只此一句 这便够了 再见劲 再见 我们互相道着别 各自奔赴千万年 爱恨称痴 世间多的是这样的故事 饶我是神明 也并无特别 往生尽忠 我的眼光略过人间 心中再无波澜 回头看看恭恭敬敬站在身后的小仙士 我浅浅笑道燕国的战争持续十年了 该停了 去做个准备吧 让新皇登基 小仙士拿过我手中的运牌 拱手败别 是连记上神 正闻完 翻外均于视角 我与那群与天地同生的原始之神不一样 世间有了人类之后才有的我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凡间的运行发展总会创造出新的生命 是出生时的我能力不够稳定 属于人类的新生时代 亦是我的浩劫 看着那些还未完全脱离兽性的人类 在凡间的土地上肆意妄为 我的心混乱不已 就在我要彻底的发狂之前 原初尊者察觉到了 他让我把不稳定的那部分神格 扔下凡间 以此来稳定心道 我听话照做 果然再也没有出现过失控的情况 我成为了一个合格的上神 至此 我明白感情是神明最不需要的东西 我庆幸自己还未经历爱恨称痴 就丢弃了全部 这样的我永远不会犯错 竟然有别的上神因为可笑的执念 愿意失去成神的资格 我面上淡漠心中吃笑 没有想到连记上神心心念念的那个人 竟是曾经被我丢弃的神格 那个灵魂稳稳停在原初尊者手中 早已没有了当初狂暴的迹象 原初尊者将他还给了我 告诫到这神格历尽轮回 已经被洗刷的纯净无比了 线下我将他还给你 务必再被烦心所扰 要时刻记得自己作为神明的职责 再看到连记上神与那个神格的记忆前 我答应得很好 可是在连记上神被行刑的前一刻 我窥探到了那些记忆 心中一直以来奉行的信仰 不知不觉中松动 我趁着众神不注意 在连接上神坠落的那一刻 留下了他的一缕神魂 事后想起来 我也不知自己为何要这么做 然而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 看他们的相知相爱相守时 心中的想法渐渐明晰 我好想 好想替代那个冒牌货 站在他的身边 好想告诉他 我爱上了他 想和他相拥 和他相吻 和他做一切他和他做过的事 这原本只是心中微不足道的预想 如果我没有机会再往生境前 见过他在凡间的万千模样的话 千世轮回 他过得很苦 那时的他没有神明的尊严 有的只是尝不完的苦 在苦海中不断沉浮 他做过世间最下等最肮脏的事物 也如世间万物那样 在不可挣脱的深渊中哭泣发疯 苦苦哀求 直至麻木 看着这样的他 我心中生出一种隐秘罪恶的快感 我想带到他飞升回归之时 我可以靠近他 治愈他成为他的爱人 就如以前那个冒牌货做的那般 只是我没想到 回归九重天的他竟是要继承我的位置 成为新的人道之神 这是天道的意思 我无法反抗 不 不 为什么 凭什么 我可以给他爱 可我不能忍受我的位置被人抢走 一个计划逐渐在心中生根发芽 他终于回来了 看着被围在众神之中的他满脸茫然 我想再等一等吧 忽然神识中闪过一道痕迹 原初尊者要来了 赶在原初尊者来之前 我终于开了口 联系仙子 可否愿意来我无于宫中做我的仙士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 我满心狂喜 可是原初尊者带走了他 喜悦又被不安冲刷 我心不在焉地做着我该做的事 一边想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快要回到无于宫 远远地发现一道身影似乎是在等我 看清来人 我的心又开始狂跳 君于大人 你还要我不要 他眉眼弯弯脱口而出 我终究是没忍住 捋了捋他并边的碎发 说我想了很久的触感 趁他愣神的功夫 我笑了笑要的 联系仙子我们来日方长 他在我的无于宫里过得很快活 美中不足的是 原初尊者总是会来找他 在窥镜中 原初尊者走出我的无于宫时 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凝重 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我要忙着继续负责人间试运 还要在暗中小心翼翼地进行 我的计划不能被天道和原初尊者发现 我占了联系上神的位置 上神之位是我的 他也是我的 联系开始经常头疼 我猜测是与我拿了他的一缕神魂有关 抽出他神魂里遗留的能量 将混合我的神力镀进他的体内 他看起来就会好很多 静谧的夜 我满心满眼只有他的睡眼 呼吸渐渐沉重 想要他想要他 最终还是冷静下来 我还是想等他爱上我 他竟然主动去找原初尊者了 我的心前所未有的恐慌 在他的房间中不断躲步躲步 终于他回来了 可是他还是头疼欲裂 我将他抱在怀中 给他度着神力 看着怀中的他 有那么一瞬间 我竟觉得他完全属于我 带到他清醒过来 却抗拒我的怀抱 为什么抗拒 我拿点比不上那个冒牌货 若当初我没有丢掉他 如今和他相爱的就是我 我无法冷静了 一颗心日日在克制和发狂的边缘拉扯 终于有一天 我第一次强行闯入他的房间 很快他就是我的了 原来他竟记不得 自己当初因和而被打入凡间 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我拿的那一缕神魂正是那段记忆啊 他早就不记得有沈一恒这个人了 我还有机会 然而他还是排斥我的靠近 前所未有的愤怒 我宁笑一声 就让他看看当初的自己是多么不堪吧 反正他也经历了那么多次轮回 受的惩罚已经够重了 那么让他知道自己被贬下烦的原因 也不过分 都是他该受的 如我所愿 在他即将成为我的傀儡之时 一道强光闪过 右手瞬间剧痛不已 抬头一看 原初尊者就在面前 将他紧紧护在身后 呵呵 作对 都在和我作对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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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一步 为什么不让我如愿 不能遂我的意 又为何要让我诞生 既然这样 不如让一切毁灭 身体无法动弹痛 真痛啊 我费力地看向周围所有的神明 都是一脸淡漠 他们明明注视着我 却好像一切没发生过一样 这就是神明吗 真可笑 就在我即将闭上眼之时 我听到了原初尊者毫无感情的审判 看到了他的泪 他咬着嘴唇 死死看着我 眼中情绪万千 像同情 像怜悯 没有爱恋 一丝都没有 这便是原初尊者口中那个四季之神吗 心头忽然涌上羞愧 我终究是输了 被贬下凡那日 他没有来 周围还是那群淡漠的神明 心中藏着的最后一丝希望还是熄灭了 也罢 孽缘而已 考验而已 他的欢喜 他的苦痛早已度过 是我的执念 又让他平白无故受了许多苦 接下来我该赎罪了 呼啸风声 没入耳畔 前尘往事一笔勾销 我叫王晨 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军队伙夫 我们大宴已经打了十年的战 战火踏平了我的家乡 夺去了我的父母 我的妻儿 我无处可去 只能参军 在军中一待就是五年 眼下战争就快要结束了 某天一个闲暇的日子 夜里 军营那些个汉子在空地上烧起篝火 喝着酒说着浑话 时不时大笑 我一个人躺在地上看星星 看着看着 总觉得这苍穹之上有种奇异的熟悉感 那到底是什么 我也说不出口 同行的王二狗走过来和我并肩躺下 王辰杖打完了 有啥打算不 我正正举起右手 透过指锋看天 没想好 先去江城随便找一份营生吧 后面再慢慢打算 思绪乱糟糟的 又想起昨夜梦中那个空灵飘渺的声音 君于上神 此劫未必是死局 天道罚你入世 永世轮回 乃是望你能够参透人间万千情感 执念可有 但万万不可因此堕魔 如此伤人也伤己 到最后落得个万劫不复 你何时能够参透这些 便何时再重回九重天 若是一直参不透 那便一直轮回 永生永世不得回归 想到那些话 我心头一动 对王二狗道 你看我像不像神仙 王二狗上下打量我一眼 吃笑道就你 你要是神仙 我就是天王老子 话音未落 耳边响起一道山崩地裂的声音 反应过来时 旁边的王二狗早已没了气息 我茫然地看向前方 先前还在杂杂呼呼的汉子们 此刻都顾不得军令 四下逃窜 伸手一摸 耳边尽是血 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恐惧 不甘瞬间占据整个心头 我奋力向前跑 被敌军发现了 来不及了 十几根箭矢穿透我的身体 我匍匐在地 血混合着汗与泪 怎么也流不尽 明明马上就可以过上 不用打仗的生活了 为什么是我 我睁大眼睛 血泪从眼眶里不断涌出 天色渐明 无人在意这一片土地 这些死去不久的士兵 意识渐渐归于虚无 最后一刻 我又听到了梦中那道声音 这意识还是不行啊 罢了再接再利吧